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公司今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此前被外界预期将是苹果十多年来最重大事件。因为在生成是人工智慧、AI持续火爆的当下,微软、Windows、谷歌、Android都在将生成是AI能力整合到系统当中。而对于苹果公司来说,目前AI仍是其薄弱的环节。 在此背景之下,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已经在6月上旬正式召开。苹果在本次开发者大会上,带来了Apple Intelligence,它集成到面向iPhone、iPad和Mac的COS中,支援语言和图片生成。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等苹果高管,具体介绍了面向iPhone、iPad和Mac电脑、导智慧手表、Apple Watch、混合现实头衔、Vision Pro等硬体的全新作业系统OS。 据介绍,这些OS的测试版都将在7月推出,今年秋季正式上线。 当然,苹果今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重点推出了名为Apple Intelligence的全新AI系统。 它将集成到面向iPhone、iPad和Mac的新OS中,可以利用苹果晶片的能力来理解和创建语言和影像,以及跨应用的AI能力。 苹果高级副总Craig Federady介绍显示,Apple Intelligence背后的生成式,AI模型将在iOS、iPadOS和MacOS上免费使用。 其中包含了多个具体功能。 第一,情景Context驱动的通知,Apple Intelligence可以识别哪些通知对用户的个人情境很重要。 第二,写作改进,Apple Intelligence将在第三方和原生App中引入全系统校对和风格改进。 用户可以在所有场景中重写,校对和总结文本,从而实现一键校对语法,调整措辞语气,检查错别字等功能。 在邮件应用中,用户还可以查看邮件摘要,并获得智慧回复的建议。 第三,影像生成,Apple Intelligence可以根据用户的图片库创建生成照片,类似于其他一些平台。 有三种样式,素描、插图和动画。 第四,跨App任务,Apple Intelligence可以深入研究用户的应用程式,并代表用户执行任务。 Fedrae举例,用户可要求Apple Intelligence在特定时间段内提取联系人发送的文件。 第四,关注个人情境,Apple Intelligence可以利用用户的全部活动,也可以利用荧幕上的内容。 例如,用户可以询问他,会议转移是否会导致用户迟到。 第五,私有云端运算,Apple Intelligence将利用使用苹果晶片的特殊伺服器上基于云的模型,确保用户数据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苹果表示,如果用户的请求需要发送到云伺服器,Apple Intelligence只会以加密的安全方式发送有限的数据。 此外,全新的语音助手Siri也将得到Apple Intelligence支援,它出现时,荧幕周围会闪烁发光。 用户可以通过文本命令使用Siri,可实时纠正用户的陈述,并提供与OS更紧密集成的新外观。 新版Siri可以在App内,也可以跨App执行操作,例如将Apple News上的文章发送到短讯中的群组帖子。 新版Siri还能够利用电子装置上更广泛的讯息和数据。 例如,它可以搜索整个电子装置,因此用户可以要求它展示它上周发送给某人的东西。 或者用户只要说把这个地址添加到联系人,它就会照做。 后续随着荧幕感知功能上线,Siri将能实施在应用程式中理解用户行动并予以反馈。 第三方App也能利用Siri的一些增强功能。 App Intense API允许开发人员让Siri在他们的App中执行任务。 需要支出的是,Apple Intelligence需要强大的硬体效能来进行支援。 因此,目前只有搭载A17 Pro处理器的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以及搭载M1或更强的M系列晶片的Mac电子装置才能够支援。 苹果表示,Apple Intelligence将于今年夏天推出。 目前,Apple Intelligence仅支持英语,Siri和电子装置语言都需设置为英语美国。 苹果将在未来一年里陆续更新这次发表的功能,并支援更多的语言和电子装置。 最后,苹果还宣布与OpenAI达成合作,Siri将和Chat GPT进行整合。 用户可以互换Siri,以及在全系统的写作工具中调用Chat GPT,实现聊天机器人、影像生成等功能。 苹果用户可以无需创建账户免费访问,GPT4O、Chat GPT的订阅用户可以连接他们的账户, 并直接在苹果系统中访问付费功能。 具体来说,当Siri想要使用Chat GPT时,他会询问用户, 是否可以将讯息发送到Chat GPT。 获得许可后,他会返回来自Chat GPT的建议。 Chat GPT还将内置于整个系统范围的写作工具中。 例如,用户可以为孩子编一个睡前故事,并添加由Chat GPT创建的影像。 苹果表示,用户无需创建Chat GPT的账户即可免费使用,用户的请求和讯息不会被记录。 付费Chat GPT的用户也可以使用这些功能。 苹果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会将Chat GPT融入iOS 18,iPadOS 18和MacOS Sequoia。 苹果执行长库克强调,他们希望Apple Intelligence带来的结果能展现出他们产品的核心原则。 它必须足够强大,能在各种要紧事上帮到你,也必须直观易用,还要深度整合到产品的使用体验中。 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能懂你,并以你的个人情境为基础,比如日常安排,人际关系,沟通交流等。 另外,它必须从设计之初,就注重隐私保护。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不止人工智慧那么简单,这就是个性化智慧,也是苹果接下来的重要一步。 苹果高级副总裁Craig Federighi也表示,Apple Intelligence这项智慧技术的真正独特之处,是能理解你的个人情境。 它根据你的个人数据,你现在打开的页面等背景,调用多种agent能力,理解你的需求,并完成你的目标。 比如,当你说想去为你家人接机时,它可以同时调用邮件里,航班资讯等一系列讯息,并调出地图告诉你怎么去想去的地方。 苹果将其命名为个人情景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次苹果宣布与OpenAI合作,因此,今年晚些时候可将通过Siri在苹果系统中集成CheckGPT,而且用户可以免费使用GPT4O的能力。 要知道,该功能此前是每月付费19.99美元,而且限量。 但是此举受到了外界的批评,对于苹果系统中集成CheckGPT的消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研发多条推文,指责苹果出卖用户数据,甚至还贴出了一张图对其进行讽刺。 马斯克说,苹果不够聪明,无法制造自己的AI,却认为能够确保OpenAI保护你的安全和隐私,这显然是荒谬的。 一旦他们将你的数据交给OpenAI,苹果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正在出卖你。 马斯克还写道,如果苹果在作业系统层面整合OpenAI,那么苹果电子装置将在他的公司被禁止使用。 这是不可接受的安全违规行为。 游客必须在门口把他们的苹果电子装置存放在法拉第龙中。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